我这把枪是没有给它插到底的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部机车的兵型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568集 今天给大家分享New Edge 最初的Fire Track 规避版权的关系叫它消防自动车 致敬到兵型金刚G1Infinal地狱火的一款产品 后面有它跟钻石司令官的合照 包装盒跟以往的大小没有什么不同 那本身玩具的整体表现素质还是非常非常不赖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方有一个比较大的类似于背包的造型 它这两个轮胎的话我扣上去的话 好像会往两侧稍微斜开一点点 那我不知道是我没有按刀位 还是它本来就设立成这样 然后人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头雕 领部整个是白的 那它的头的旋转的话是只能左右动 没有办法上下动 那本身这个头的话 还可以稍微做一点补正转动 但是基本上不太需要这样动了 上方这个部件可以上下搓动 这个变形的时候需要把这个像是天使翅膀的耳朵收起来 抬起来之后这里有个部件 可以当成是关节的一个过渡手肘 玩超过于90度 这个手掌的部件的话是可以替换的 那么手掌左右都有 我们可以把它稍微的去拔一下 可以换上另外一个手掌或者是换上 这一个是喷水的这个装置 这个蛮代表它的一个造型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如果要跟它另外一个配件 这个喷水的枪的话呢 其实搭是搭不太起来了 因为可以看到它这个白色的这个 应该说银白色的枪啊 跟这个部件套下去 它并不是从这喷出来 而是从这里喷出来 喷的位置不对啊 所以不太对不太适合它 那这里可以看到我这把枪呢 是没有给它插到底的啊 因为插到底之后呢 很难很难拔出来 除非你要做一个扩孔 但是我还是硬把它督到底的 你能够把它怎么样呢 这个事要跟各位示范一下 待会变形的时候呢 是可以以这个枪头的姿态呢 整个完成变形的啊 并不一定要完成换成这个手啊 这个拳头的一个造型 那这个你也可以把它当一个水枪 但是一样啊 它这个扣的一个位置 依然是不太对 那它最适合的喷法呢 是消防用车的喷水柱啊 就这样啊 那待会在变形的时候呢 我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小展示 武器是一把小枪啊 这个枪握在手上 样式架式还是不来的 那武器我们就先把它给取下来 待会呢 可以一气合成的呢 把它给变形 腰身也是可以转动啊 但是呢 后方这个很大的金属部件 限制它一部分的可动性 脚前后左右踢啊 是一个球关 但是非常的紧 外面内收 然后膝盖弯超过于90度 也有很好的一个接地啊 这脚底板非常的大 变形的时候需要把这块翻出来 那本身人物的一个摆放pose的时候呢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因为它的一个人物的重心 很好把握 那它的漆面 各位看到了啊 这个跟铁皮一样的这种深红色啊 看上去非常非常的有精神 很艳丽的一个感觉 有些地方呢 是塑胶的圆形色 有些地方的话呢 看上去又好像是涂漆的 那它这个膝盖 各位可以看到 你看它是这样 是完全打到底 你这样把它推一下 是可以卡住的啊 就会有这样一个造型 那变形的时候呢 各位要留意一下啊 待会在变形成车辆的时候呢 我会把一些 该注意的事项 跟各位稍微提一下 那我们就来进行 它非常精彩的变形过程了啊 首先头的话呢 这里收进去 头啊 如果不转到后面的话呢 将会限制这个部件的转动 那我们接下来先把后面 两个轮胎这个地方 锁扣给打开 两个都打开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把这里 有根红色的图这样扣进去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卡扣啊 先把这里给松开 好 松开之后的话 我们就把整个的 这个云梯 整个都给翻出来 那接下来翻出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把这个地方 这个部件也给打下来 我要的目的呢 只是呢 把这个部件啊 这里不要有任何的干涉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翻转 翻转之后的话呢 先把轮胎转到前方 两次都这样转到前方 手臂这里的话呢 是一个组合的卡扣 把它松出去 这个时候你只要把这一片部件翻下来 然后的话呢 手的话呢 你就稍微转一下 然后把它整个给打正 放到后方去 那这里的话 就是白色的这个部件 抵到这里 另外一侧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啊 先把手臂 这个卡扣松开 整片放下来 手稍微旋转一下到这里 那这个时候呢 为了方便我们解说呢 我们先把轮胎 这里暂时再打开一下 两侧有两个凸 我们要扣进里头这个洞 那我们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把这个部件腾上来 然后呢 去扣那两个 扣上去 啊 这样车头 基本上车头已经固定住了 接下来的话呢 手呢 先不要管它 这个部件整个推到后方去 我们先把腿给变形完成 腿的变形的时候呢 我们先把这个 啊 脚的话呢 像是踢正步一样的 往前面 再一个角度 这是它待会要组合的一个 一个角度 那我们脚怎么变呢 我们从正面来看比较清楚 侧边这个部件 打开往上推 这个时候记住 这个 膝盖是要往前面 抵到底这样子 推到底这样子啊 才是正确的一个 脚的一个变形 再来 脚掌变形 先把这一块 推开来 然后 斜这样子过来 斜一个角度过来之后 把这里拼凑上去 这块部件就不要管它 到这就行了 这边也是一样 推上去 脚底板先打开 往前面倾斜一点点 躲过 这个部件 闪进来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把 哪里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它的 这里 我待会的话呢 形状就这样 这里这个 洞是 水平的 这个凸 是垂直的 它就是要对应 这里有一个水平的凸 跟这里有一个垂直的凹 那除了这个 你跟这里扣之外呢 我们还不要忘记 把这个手的 拳头 或者是这个配件 一起收纳到这个空间里面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其实它还有一个 方形的一个凸 在这里 它其实是要去 match这个凹槽 那我们就直接的 进行一下 先把手给放进去 再来的话呢 我们呢 用这个去对它 那我的习惯是先对好 其中一边就可以了 这里对上去 然后呢 这个地方也就自然的对上了 那么一侧扣上去之后呢 另外一边就更简单 因为你只需要把手 给放到里头去之后 然后两腿 把它抬到一样的高度 做一个合并就可以了 它会非常的 我都不敢讲简单了 我发现好像怪怪的 它是这样扣进去 好 里面扣上去 上面这里一样扣上去 两侧按下去 基本上变形就完成了 那各位也见识到了 它那一根银色的水枪 是直接可以收纳在里头的 那最后就是把这个 云梯 全部的给翻出来 那翻的时候呢 其实没有很好翻了 因为这个部件感觉是 太细小了 我的这个不留指甲的人来说 这个把这些部件都抠出来 是有一点难倒了我 好 这样子把它全部抠出来 OK 这个呢 这里 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 把它整个给推上去 我们这一款自动消防车的 变形过程就算完成了 它的话呢 轮胎的滚动性是有明显的问题的 这个非常的紧 它几乎推不太动啊 所以我说我这一款的 推车的一个 效果感觉不是很好 你明明感觉到它全部着地了 但是就没有办法全部的滚动 主要是后轮还不错 前轮就是卡卡的 那各位知道就可行了 那它有一张非常搞笑的一个车头 也很像眼睛一样 然后就像一排牙齿 感觉很爆笑啊 当我这样觉得之后 我已经整个回不去了啊 那后方这里的话呢 跟真实的消防车相比当然是 还原度是不太足够的 但是好像很多变形金刚的这个消防车 Inferno的这个玩具都是像这样子 那如果你要把它往后转的话呢 是要旋转这个部件啊 把这个斜斜的这个角度朝出来之后 它整个往后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这个喷水的特效件呢 它唯一适合的擦槽的话呢 就是这个地方了啊 就是它唯一适合正确喷水的一个 结合的一个点就这样啊 当然这样子 你也可以往前面喷 通常我们就往前面喷啊 你还能往后喷的 我觉得那也是天赋一禀了啊 那它的一个大小的话呢 因为其实它就是 虽然是叫大车的 但是这个玩具本身 做起来是非常秀 就非常小的 那我们跟它自家的 这个钻石司令官 然后这个对比 这个比例就是 完全就不太正确啊 它是显得比较小了 这个卡车头就变得比较大 当然这个只是 自己拿出来做个简单的小对比了 总和言的话呢 变形依然是 我觉得它最有趣的地方 特别是这个整个梯子 收到身体里头了 尽管这个变形 可能大家也都有见识过 但它以一个小比例的玩具 在呈现的时候呢 那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手感 在掌中心啊 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变化 是很有趣的 那么人形的一个美形度 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啊 车型的话呢 虽然后面这一节啊 跟现实中的消防车 是有一段的一个差距的 但整体来说 依然是以不错的塑胶 精美的涂装 还有令人觉得 非常非常补赖的变形 依然是我值得推荐 给大家的一款小比例玩具 那今天就给各位进行到那边 非常期待给我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